我是Ringo,带你看真实的美国新闻 今天是2020年9月1号,也是第一期的美国新闻 我们今天来看,微信在美国是不是真的被禁了 个人和企业是如何应对的 8月6号,川普政府团队在白宫的官网上面发布了行政令 在行政令公布的45天之后,也就是今年的9月20日 禁止任何与微信相关的交易 具体的细则在9月20号之后会公布 这项行政令针对的个人包括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 以及所有的美国禁令人群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使用微信 也有可能会违反这个禁令 禁令还针对政府、企业、机构 里面包含了国际机构 也就是迪士尼、沃尔玛这一类的大公司 在中国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到底什么是交易呢? 这个就是这一项行政令里面最模糊的地方 首先最直接的例如红包、转账、支付等等 微信内的常用功能可以画到这个交易范畴里面 而微信的广告营销业务 还有公众号打赏也可以列入这个范围 而且下载微信应用程序这个行为的本身 如果算作交易的话 那微信在美国可能会遭到下架 也就是说新用户下载不了 老用户没有办法更新 另外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里面 有很多都使用微信支付的业务 这个影响非同小可 还有腾讯在纽交所上市 他们所经营的微信以外的其他业务 通通都可以算到和微信相关的交易里面去 那微信的发信息 以及语音的功能会不会被禁用呢? 这个触及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 违宪的事情争议会非常的大 目前除了个人对这一项行政令的不满 美国的企业也在尽力的阻止微信禁令 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美国微信用户联盟在8月21号 向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交了诉状 起诉总统川普和商务部长罗斯 他们尽力希望在9月20日之前召开听证会 阻止川普政府的微信禁令 诉状的主要指控除了侵犯言论自由 行政令含糊不清 也违背了美国宪法正当程序的原则 另外对华人的歧视性影响 违反了平权条款 而行政令当中提到的紧急状态 超出了总统在国际紧急状态 经济制裁法的合法授权范围 其实在美国的主要华人生活区 包括九金山湾区 洛杉矶以及纽约 有很多华人超市商场还有电商 都支持微信支付 所以就算这项行政令 不针对微信的通信功能 还有很多华人和中小企业会受到影响 在行政令公布之后 大型企业更加不可能坐视不管 苹果 迪士尼和沃尔玛 在行政令公布之后 迅速和白宫进行了电话商议 苹果去年在中国营收440亿美元 沃尔玛中国去年的30%交易都通过微信 华盛顿有关官员也在报道当中提出 他们在想办法让美国企业在中国也能够正常使用微信运营 大型企业可能还能得到政府的协助 但是中型企业就没有那么安心了 美国商会上海分部成员超过1500家企业 里面除了中小企业也有500强企业 商会会长Kirk Gibbs说 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保障 8月31号现任总统助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 Peter Navarro在采访当中表示 在微信和抖音之后 他们还瞄准了其他更多的应用程序 而在被问到关于抖音美国转手的问题 Navarro说他更加关注的是 无论谁接手抖音美国 都应该有能力在中美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保障数据安全 好了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 美国新闻是我最近的日更节目 周一到周五每天更新 我会在节目里面整合美国不同来源的新闻资讯 而且我会保障处处清晰 YouTube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铃铛可以收到最快的更新提示 哔哩哔哩的朋友可以一键三连 投币点赞评论关注 后面还有闲聊时间 我是Ringo 明天见 那这个影响就非同小可 啊 录完了 我终于可以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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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觉得很难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不转椅子 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 美国新闻这个系列 我会打算把它坚持做下去 虽然说日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我会把新闻的出处尽量标明清晰 力求严谨 而且我也打算再开一个娱乐版的系列 比如说 Kanye West之前说他要 Kanye West Kanye West之前说他要当总统的事情 好像后面不知道下文怎么样 因为我也没有去关注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诶对了 Kanye West这个当不当总统的事情 到底应该算到娱乐版 还是算到新闻版里面呢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里 明天见